组合动力是未来这一类空天飞行器的核心关键技术 我们近期实现的这个腾飞一号飞行试验 就是实现的组合动力模态转换国内首次飞行验证 这一步像是对未来整个空天组合动力的发展 有时候起到特别关键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设一个固定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数据接收 接收之后呢它相当于一个WiFi热点 然后我们老百姓呢 这个用手机就能够很方便的通过卫星接入互联网 那移动式的呢 今后我们可以开发出飞机轮船高铁海岛等等 实现随时随地按需的互联网接入 按照整个红云工程的规划 将于今年底也就是2018年底 发射首刻技术验证卫星 快舟火箭呢 除了去年完成了首飞以后 我们目前的在手订单呢 达到了8美元 那么后续的意向呢 也还有十几倍之多 明年我们的生产能力 快舟火箭呢 就能初步具备20发的能力 等到二期三期进入以后呢 就能达到58的生产能力 太空经济将来肯定是要上万亿美元的 这么个大的产业 包括深空探测 包括太空的采矿 还有呢太空制造 还有太空的旅游 等等这个产业将来发展起来 会为人类创造出更大的财富